女坛人Julia及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欢迎收看你怎么舍得欺负善良的台湾人系列3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阿东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代强制执行案件 在2020年有1431多万件 在2021年有1275多万件 以台湾2300多万人口来说 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件带强制执行案件 这问题值得每一个台湾人来关注 善良的台湾人真的这么喜欢逃漏税吗 这其中有多少是冤错假案呢 这么高的比例一位退休的电子工程师黄先生就中奖了 我们来听听他发生的案例 而且这个还折腾我20几年 那请看这个投影片的这个下一张持续表 这个是真的是很多年很多20多年了 那这个开始是这样子 在民国100年的农历过年前 我接到行政执行署 市领行政执行处 通过号寄来的叫做执行命令 我们看下一张这个投影片 这个命令我呢 要在这个元宵节之前要缴交多少 2535万的欠税 分明是叫我卖贵你了 这个还要叫我说这个要叫要带着我的土地 房屋存款投资心之所的所有一些资料都要具实去报告 这个真的是真的是晴天毕丽了 一辈子第一次碰到这个事情 我是一个电子工程师 我是民国59年交大毕丽的 这个当我接到这个行政执行命令 当时我已经63岁了 而且我最早是想到 我爸爸住的房子还在我的名下 万一这个八十几岁的双心被赶出这个乡下居住的房子 那个真的是情贺一堪 所以这个不但是我一生最难过的团圆业 也同时开始我这个漫无天日的这个救济之路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这个我回到台北以后 我就仔细的想一想 不对了 这个是我曾经这个任职的公司 它基欠95年度的盈利失业所得税 那么我是在民国84年 我就已经离开这家公司了 当时离开的时候 我还把所有手中的股票全部转让 那一个公司欠税 怎么会追到一个离子云工的身上 而且那里面公文还说我是公司的负责人 所以我就带着这个出售股票 那个时候 那个有一个这个证明看下一张投影片 那个时候 因为出售股票要缴交这个股票交易 这个交易税 这个至少证明说 我当时真的是把所有股票真的卖掉了 所以我根本不是股东 当然也不会是董事 更不可能是负责人 所以这个事情我是跟这个市领刑事执行署说了 他是说 这个这样子 我可以暂时不执行 不将自己执行 不过呢 你这个欠税这个事情 你还是要赶快去 去国税局自己去跟他说明 那这个没有想到 就是说等于是其实我去国税局 我才知道说说 你公司欠税 那你要来申请复查 那你要先缴交一半的税金 那2500多的话就说 那先缴1267万 我哪有那么多现金 我那么多现金的话 那我这个早就出去玩 我可以提早退休 我60几岁还在这边拼命 那我说这个事情我只能耗下去 没有想到啊 这个隔了半年 请看下一张PPT 这个国税局 又透过这个行政 那个行政执行署 又来的那里面 有个台北西政执行署 又发出另外一个 行政那个执行命 那个请看下一张PPT 这次是叫我说 要在收到10天之内 要去缴纳2228万的这个 这个欠税再加上律序 假如不交的话 要对本人限制住居 那其实我就 我去市林行政执行署的那一套 我就拿去给台北西政执行署 那他们当然就会说 市林暂时不执行 那我们也暂时不执行 但是不过 就是说你还是要赶快去啊 不然我们 我们只好对你发出这个 限制住居的命令 其实说真的 这个快要退休了 然后背着5000多万的执行命令 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强制自己 但是我又没有钱去 叫国税局说是 你是跟我复查 那先缴一半啊 这个 所以每天 其实就有如这个 惊弓之鸟 好像是被黑道逼在一样 那个那一转日子真的是很恐怖啊 这个很恐怖 这个每一天都是 都是回想起来都是心有余悸 接着不要以为没事了 我们看下一张PTT 在102年的这个7月20号 国税局那个送给我65岁的退休的礼物 就是限制出境 我们看下一张PTT 这个财政部这个部长就说 我是公司的清算人 这个公司欠那么多税 所以就限制我出境 这个限制出境之后 我当然要提起这个宿愿 所以我就对着这个行政部 行政院提起宿愿 在102年10月19号 说明我根本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而且呢也不是公司的董事 请行政院跟我撤销财政部的 限制出境的处分 结果没想到这个行政 这个行政院的这个书院委员 根本就不财心我 我不是董事 结果呢书院就驳回了 看下一张 驳回之后呢 我当然就是接着就再往上一级 往上一级就是在103年4月10号 我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的诉讼 就在这个行政诉讼 我们看下一张 对 好 那这个这张行政诉讼呢 结果在103年4月10号 这个行政 应该是在9月4号 就是这个高等行政法院就驳回我的诉讼 所以这个看下一张 再下一张 他就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驳回我的这个诉讼 当然接着我又再往上啊 往上的话就是103年10月20日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 那结果最高行政法院在104年1月30号也是一样驳回的 所以后来我才听说这个行政法院的时候是败诉法院 果然我是屡战屡败 刚刚听到黄先生的案例 那个当初与他那个时候就是说 复查就要缴二分之一的那个税金 那虽然目前已经改成三分之一 不过我觉得意义不大 政府机关如果你从二分之一改成三分之一 他自己知道说做做样子而已 所以我认为是意义不大 如果要嘛就像美国一样 人家美国真正的民主国家 他如果要打诉讼的话 他就是美金60块 这个才叫做自由民主 尊重人权 感谢黄先生愿意站出来 说出自己的亲身遭遇 国水欲情欲情 刚刚黄先生提到 人民如果收到有问题的税单 又对国税局的复查决定存有疑虑 就要走下一步的宿愿 人民要提宿愿要先缴纳那张有问题税单三分之一的金额 才能避免财产被强制执行 这个限制让人不止官民权力不对等且阻碍人民的救济权 若收到一张三千万年的乌龙税单 有多少人或中小企业拿得出一千万年去争取宿愿救济 大家好 财政部公布的110年宿愿案件 税单被撤销 几率居然只有2.5% 这个统计数字显示 台湾税务救济制度失灵 造成人民向税捐单位提出税单的意义 根本就是在自讨苦吃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 就如同红坏技师说的 反观美国 税务案件的宿愿只要缴60元美金 完全站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立场 一切以民为主 这才是民主国家应有的作为啊 走到宿愿就已经有许多人撑不下去了 不甘愿要继续进行行政诉讼的 一定要具备钢铁的心 因为行政法院法官都没有税法专业 偏听财税机关的一面支持 去年底立委赖世保质询财政部长时提到 老百姓跟政府若有税务相关的诉讼 德国人民胜诉率是48% 捷克50% 芬兰30% 丹麦60% 印度也大于50% 台湾竟然是0.3% 几乎都是苏啦 难怪民怨这么多 财税机关的民怨来自官员的贪婪 以漠视法律 这两年的疫情造成许多人生活困窘 去年的税收却能超征4000多亿 真是令人匪备所思 记得几个月前立委李贵敏直询财政部长苏建荣 超征的税收几乎都不合法 税单审理的天数平均有234天 超过法令60天 人民收到税单不服必须30天内提出复查 却规定国税局60天做出决定 不但法律的规定官民不对等 更可恶的是 财税机关常常没有在60天内做出决定 这时税单就应该无效啊 但木无法纪的财税官员还是要人民缴税 很多人为了一张有问题的税单 每天如坐增瞻 而税务官员滥开税单 几乎都不会被惩处 这是台湾税制违反人权很严重的问题 苏友诚大律师提到行政法院 因为人民行政救济的管道 但长久以来 人民的败诉率极高啊 行政救济变成了无效救济 东吴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胡伯彦就曾表示 行政法院一路走来 对人民不利的判决始终如一 行政救济成为无效救济 行政法院干脆废掉算啦 即使人民好不容易胜诉了 行政法院多半都不做终局判决 而是判决撤销原处分 另为事法处分 让国税局再加加减减 重新开出一张新的税单 案件又回到原点 于是行政救济一再周而复始 形成万年税单 人民打税务诉讼为何败诉率这么高 东吴大学教授程清秀 多次在研讨会公开指出 台湾行政法院的法官是从一般法院转任 欠缺行政法与税法专业 司法院的在职训练才三个月 这么冲出的训练就像新兵连枪都不知道要怎么拿 就要上战场的 台北商业大学副教授黄世周研究显示 在税务诉讼上行政法院法官没有独立的见解 判决抄袭行政机关的答辩 相似度高达99%或100%的大有人在 台北律师公会税法委员会主委蔡朝安律师也指出 行政法院法官遇到税务案件经常以利为师 而失去的法官应依法论法 依法公正裁决之角色 错误的课税原处分不撤销 就会一直存在 如此造成纳税医务人反复征颂 税捐基增机关只要重新做成新的复查决定 当事人就必须重新再进行救济 造成打赢税务官司的当事人 再度的陷入了救济困境 不断轮回 而在宿苑阶段所提供三分之一的税额或等值单薄品 也将持续遭到冻结 善良的台湾人民在这块号称民入的土地上 真的享有财产权与诉讼权吗 接着我们继续来听黄先生分享他案例的后续发展 还好真的是感谢法税改革联盟多年的努力 我从这个法税改革联盟的资讯里面了解到 很多刑事或者民事法庭 他们的这个 他们这个 这个专家学者都认为 这个 他至少比这个 这个败诉法院 这个行政法院 相对比较能够受到民众的信赖 那我认为一系列的这个行政救济都无效啊 所以我只好到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 我去提出 我跟这一家公司董事关系不存在的 民事诉讼 也就是说 请求地方法院判决 我不是这家公司的董事 那么这个 这个地方法院呢 这个在 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说 所有在 行政系统 他都不认为 我不是这个公司的董事 结果这个地方法院就认为 这个很明确 他就 看下一张 就判决 这个我根本就不是该是 董事确定 也就是在这个民国104年10月6号 我取得判决确定书 确定 我黄华卉是本人 我不是这家公司的董事 好了 这个事情 就是你要解决了 这个宣布出境也觉得什么都解决了 結果很有趣,在104年,國稅局還是一樣透過行政執行署又來一張強制執行命令 我就跟國會局講,我直接跟行政執行署,法院已經判決我不是董事,你還要跟我執行? 他說你犯規不是董事,那我們就不會跟你執行了,所以讓我們就擺著吧 結果我想這樣的話應該這個事情就解決,沒想到106年同一個安號,國稅局還是又再來一次 你看同一個安號,隔年又再來一次,這個事情就一年又年我實在真的是人無可人 國稅局你什麼事情你都自己說了算,那也就算了,對不對 那現在我已經法院判決,我不是這家公司的股東,也不是這家公司董事 那你還一再的跟我騷擾,所以我就跑到國稅局就跟他講,這個當然也是高人指點 他說,假如是你再繼續再開這個稅單給我的話,那麼誰開稅單給我? 用這個董事或清算人或者是負責任意,開這家公司的稅單給我的話 那麼我就告誰,我會順便連帶告你的主管 所以我倒也因為這樣子,我雖然很幸運到現在都沒有再收到這個強制執行的這個稅單 但是呢,我也從來沒有收到國稅局,他撤銷我的這個月稅單 這個是以上我的分享,謝謝 那黃先生這個案子,其實這個就是,環環不相扣 然後,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其實那個法院,他如果,行政法院如果說 他有認真的想要查案的話 他一直公文,就可以去詢問 黃先生現在,在這家公司 是股東還是董事?還是股東又是董事的身份? 你為什麼案件要這樣子,害老百姓這樣一層一層往上一直打? 我覺得這個法的體系,司法體系 怪怪的,我只能講怪怪的 因為我不是司法人員 這個 就司法的體系 如果說起訴案件 沒事的話 基本上 還會收到所謂的不起訴處分 至少我們還有聽說過說 這是不起訴處分 我覺得這一點的話是尊重當事人 可是 黃先生106年去跟這個稅務員講了以後 到現在 都沒收到任何回應 國稅局 你就把這個案件擺著嗎? 要擺到時效經過 然後 可是就是要讓老百姓 每天 處於不安的狀態 你真的不敢發一張文說 你現在已經這個案件已經我們處理好 沒有事情了 這個是很基本的 為什麼不敢做 為什麼不做 還是忘了 不過好像 感覺上好像 沒有聽過有人會收到這樣子的單子 我覺得這一點是值得研究的 希望國稅局這部分可以做到 謝謝 很慶幸黃先生有諮詢法稅改革聯盟獲得協助 雖然國稅局沒有再持續開出稅單 讓黃先生暫時鬆了一口氣 但是國稅局至今仍然沒有撤銷稅單 黃先生擔心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張違法稅單會再度復活 政府不是應該保障人民 有免於恐懼的生活嗎? 還有稅務專家 學者稱為法稅228的太極門甲 讓人覺得非常吊詭 雖然三級三審判決確定 無罪、無欠稅、無違反稅捐基增法 由刑案衍生的冤錯假案 也應該一併撤銷啊 沒想到由當時國稅局長張聖和 一手導演另一部侵害人民生命財產的大戲 接著我們來聽聽魏教授的慷慨陳述 那從剛才的影片當中 跟前面提到的太極門這個案件 這就是同樣的 都是一個無中生有的案件 都是造假 造假的違法稅單 造假的基增調查報告 沒有根據實質調查 就開除稅單 栽贈架禍 政府用這幾個案子都一樣 政府是用行政權對人民組織行恐怖攻擊 這是公權力的暴力 是強盜突圍的行為 這是流氓官僚才幹得出來的 民主法制的台灣 一定要把這個的惡流 一定要把它棄除掉 那剛才提到的這個 法吉斯提到了 國稅局他們一般他們 他們跟行政法院都把它當成 就公司或客人 每一個年度 他的客的所得或金額 通通不一樣 所以分別去處理 問題是太極門所有成立以來 56年以來 通通是司徒關係 包括侯寬人跟國稅局 搞出來的烏龍六個年度 他六個年度通通是一樣 六個一樣 怎麼你們把它當成 一般的個人跟公司 你們這些真的是 混蛋加八戟 你們弄不清楚這個東西嗎 你的證據通通在攤在裡面 只是你不把它 把人員的聲音當證據 不把徒弟的證據當證據 不把師父師母的手緣當證據 不把代理人會計師擋了當然 你們就把你們當 國稅局跟法官你們說 劫我搶劫 那是太離譜了 一點分辨的能力都沒有 那是超誇張的 這麼簡單的事情 一點分辨的能力都沒有 最高行政法院的房屬領法官 你該迴避而沒迴避 違反審計例 還有人向你包庇 司法院還要包庇你 這是5月13號的落實兩公會 第三次報告審查決定性意見 第82條 82點 就直指啊 我們國內這樣做是不對的 那個人如果參與前面的審議或審判 通通通叫做參與 沒有像你們所講的 名字累在判決處才算 也沒有說判決完了之後 還有5年的限制 也違反有效救濟 你們這些人都可以這樣空口說白話 拿人民當傻瓜 你們是什麼 我看公權力 對多數人 你們只在乎你們的權利 你們的權威跟著money 這個 兩公約裡面 第三次的國際審查會議 國際人權的專家他說 台灣你們這些官員 對國際人權公約沒有興趣 不敢興趣 你們不要再裝了啦 不要再騙了啦 委外去開會 辦什麼聯討會 辦出什麼東西嗎 你只是辦個樣子 把你的流程做完 最後還是要做你的吧 公聽會也不辦 什麼東西也不辦 你就是找一些女個人來辦 研究的報告來你 人家寫的要改 你也不改 你照你的 到最後照你的版本 你把那個當花瓶啊 對不對 襯托一下啦 人家就這樣 賠標啊 一樣 你們這些腦袋都是這種 公權力啊 對人民啊 權力啊 必然不敢 不感興趣啊 所以不要在那邊 人錢立國啦 不要人錢什麼 掛在嘴上呢 這個 好好笑笑 說阿羅莫姐一大堆啊 真的是太離譜了 剛才會計師有講 一致性的原則 同樣的政績 你們把它搞成這樣 我只是 這不是分類判決啊 你們根本就是啊 這個叫 根本就是喔 王法違法判決 烏龍判決啊 交代不過去啊 蔡心門師徒應該要求他們真相啊 要公開所有的真相啊 從立案開始啊 到底是 研頭是從哪裡啊 每一個會議啊 每一個 通通你要 對人民交代啊 必須要公開啊 因為你們違法嘛 人民交代 你竟然也調查了 事實也不是這樣子啊 你怎麼可以把人家這樣 扭氣的人這樣子 這樣 這個凌路人家那麼多年 我再來看啊 你看啊 我們來看啊 這些這個案子 25年來 法院財政部 行政部 法務部 內政部警政署 一大堆的人牽扯進來啊 通通結構性犯罪啊 沒有一個人處到懲處 也從來沒有一個人 表達過一句道歉 嚴重違反 侵犯人 法律之類人人平等啊 而且你嚴重歧視太極本師徒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而且會留下歷史 我們看高雄有一家店啊 登載 七個字 叫 陳真洗碗歐巴桑 被認定違反法令 開罰30萬 最近還有一個 警察啊 集體收費延燒啊 新北三個警察 積壓停止 其中還有 這個分級長啊 派出所啊 首長啊 被記過啦 被調職啊 被罰關 而且還要什麼 還要追究歷任幹部 嚴考責任 不分層級 從嚴辦理 太極本案子呢 法律之類人人人平等啊 他犯的這個東西啊 多嚴重啊 超嚴重的 再來我們看啊 黃媽媽事件啊 黃媽媽事件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 違法逮捕 證據那麼確鑿 嚴重程度啊 太極本這個 嚴重程度超過 剛才講那個警察那個 超過啊 1000倍至少 罰款至少 人要罰罰款 3億給人民 這相關的人 至少要3億以上 919黃媽媽事件 這些警察 這麼明顯的違法 他在路邊舉牌 他合以很多法律的 言論自由等等啊 你們這樣做是違反公正公約 第9條 違反公正公約第14條 第19條 第21條 26條 還有警察之間情出法 還有刑法 第125條 那請問這個案件 你們這樣霸凌人家25年 你用養小鬼 毀人名譽啊 讓人家私處啊 身心勞累 疲疑奔命於救濟之路啊 長達25到26年了 你們這是政府殘忍 殘暴 沒有人到 侮辱人民 歧視人民 沒有一個人受到懲罰 這是一個外胎的體制啊 這個不能夠這樣積積下去的體制啊 人民必須要要求改革啊 人民你不要求改革 這個體制就不會改 所以呼籲大家 這個體制太爛了 必須要顯顯於能 讓真正可以進入這個體制改革的政黨 或立法委員 或官員 台灣才有救啊 年底的選舉即將到來 記得要選選以能 選出重視法稅議題 及真正關心人民福祉的名義代表 早日推動改革癌症的獨留單位 國稅僱 讓健全的法稅制度 來維持國家體制健康的免疫力 善良的台灣人一起站出來 監督政府施政 讓台灣真正走入民主人權法治的社會 謝謝大家今天的觀看